今天的故事叫做绣花鞋 我们这儿有个习俗 就是人死之后生前所用的一切物品 诸如衣服、鞋袜、药物、食品、饰品等 都要拿到离家远远的大路旁丢弃或者火花 说是防止死者太过炼家而阴魂不散 一同丢弃的 还有为死者做法事用过的某些道具法器 说是这些法器已经沾了阴气 失灵了没用了 乡里人都知道这个习俗 所以忽而在某个早晨 发现路旁有一堆衣服 或者奇形怪状的法器物品 却都不惊奇 只离得远远地走过 更不会去捡起这些东西来把玩 怕这晦气跟了神 当然 也有例外 就是命太接引的人 比如乞丐、流浪汉、傻子、疯子等 这类人是可以捡来死人的物品为己所用的 因为上天怜悯这些人 布决人之路 给他们一些生存福利 但若是正常运输的人 一时无知或者贪心 捡了这些大路旁的丧物回家 这个人可能就要行倒霉运的 甚至遭遇阴灵缠身了 话说那年的冬天 异常寒冷 这极少出现霜冬的山乡里 在那一年 竟也飘起了点点的雪花 冬中的农作物是做不成了 乡民们只能闲下来 男人们卷着被子 在这下午五点钟 便已是暮色沉沉的日子里 在家喝酒或者打牌 孩子们早早上床躲进被窝 女人们则坐在被窝旁 一边与姑嫂聊着家常 一边穿针引线 为家中老幼织棉衣 绣花鞋 争取一个暖冬的到来 村中一个叫春香的妇女 也正做着这样的事 只是她绣的花鞋 实在太难看了 心头杂乱 尺寸大小 也往往不适合孩子们的脚丫 丈夫看到孩子的嫩脚 被春香所绣的劣质花鞋 勒得紫红 便抢过春香手中的线球 扔在地上大发雷霆 春香便委屈地哭喊 我一个外乡家来的女人 哪做得了这当休息活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就在本乡 拎取一个专门绣花鞋的姑娘过去 两夫妻在房间里嘶闹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春香便赌气地 拾到了几件衣服 要去乡邻两山的姐妹家 过上一夜 天寒 山路一片寂静 草丛早已被风雪压得零根枯萎 山间只有时不时地从树上掉落下来的枯枝 几只寒鸭飞过 发出难听的叫声 春香跨着小布袋 小心翼翼地迈过一座山间独木桥 嘴上依然喃喃地骂着家里那位挨千刀的野蛮汉子 抬头点 忽而看见桥头不远处的一堆衣物 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衣物有心有救 大多是孩童的衣服 旁边凌乱地放着一些布娃娃 塑料玩具等 地头上插着三只 少许大半便已经熄灭的香火 春香匆匆看了一眼 正要走开 一双明艳的红色绣花鞋 赫然出现在衣物堆上 春香医了一声 停下脚步 细细看了起来 这红色绣花鞋 以白棉左边 席店厚薄适中 席面上 以金丝线细细地点缀着花兔细雀 红白金黄搭配 啥是好看 也不知是哪家姑娘 竟有如此巧夺天宫的记忆 更不知是哪家姑娘 竟这样抱歉天悟 这外乡嫁来的女子感叹着 或许是对本乡习俗不甚重视 又或许是对这双绣金的花鞋 确实喜爱 她弯腰便拾起这双 小巧玲珑的鞋子 放进了自己的小布袋里 待春香气消 半晚从姐妹家归来 把五岁的小女儿抱起 从布袋里拿出了一双 崭新的红色绣花鞋 往小女儿的脚上移套 说来奇怪 这绣花鞋大小 刚好符合小女儿的脚丫的尺寸 就像专门为小女打造的一般 看着小女儿喜笑颜开 撅着小嘴 故意把脚抬得高高地向其他的小伙伴炫耀她的崭新绣花鞋 春香却也开心 心中的一丝忐忑也就放下了 丈夫从林家喝酒归来 看着小女儿脚上漂亮的心血 知道是本家婆娘今天到姐妹家要来的礼物 也就鄙夷地看了眼春香 吐着酒气上了床 一家人睡着半夜 春香便被小女儿梦中的声音声吵醒 于是坐起来睡眼惺忪地望向旁边小女儿的床 床上被子盖得好好的 小女儿却在梦中皱眉一语哭喊着痛 春香爬起来 爱怜地抚摸着小女儿的额头 额头却不似发烧 反而有点冰凉 春香喃喃地说了一句 这鬼天气也是冷得过分啊 哦哦不哭不哭啊 便把女儿抱上自己的床来 捂在温热的胸口里睡下 旁边的丈夫眼都不睁一下 便翻身沉沉地睡去 春香轻轻地拍打着小女儿的背脊 慢慢地睡去 自己正睡着朦胧处 便感觉被窝下有一双手 沿着自己的大腿滑了上来 最后抓在怀里的小女儿的脚牙上 小女儿便开始呻吟着喊痛 春香知道是丈夫睡觉不正经 便小声审骂道 这个没良心的 咱女儿好不容易睡下 你却这般躁了 还不放开你的主题 见丈夫翻睡一边没有动静 春香便来起了 伸手进被窝里 抓起那双手 正要甩到一边去 却突然在被窝里停住了 抓在小女儿脚牙上的 竟是一只皮肤滑嫩的小手 只是这小手有股狠劲 春香用力地掰一下那小手指 那手指纹丝不动地 牢牢抓在小女儿的脚掌上 春香大吃一惊 睡意全消 颤抖着双手 慢慢地掀开背脚来查看 被窝里 一个穿着碎花脸衣裙的小女孩 正趴在春香的脚下 瞪着一双浑圆的大眼 看着春香 嘴角挂着斜斜的笑意 双手始终牵在女儿的小脚上 春香呆了一刻 这水家的孩子 这大半夜的 啊 急着瞬间反应过来 把被子一扔 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全身寒冒一下子竖了起来 抱起怀里的女儿便跳下了窗来 熟睡中的丈夫被尖叫声惊醒 挣扎着翻坐起来 看了看光脚站在冷地板上 不停颤抖的妻子 和她怀里嚎啕打扩的孩子 不明所以的脑道 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神经了呢 妻子面如土色 只惊恐地指着床尾处的棉被 丈夫转念一想 难道有耗子钻进来了 大手把被子一抖 却是一粒沙尘也没有 于是嚷嚷道 啊 你这婆娘也忒胆小了 急着把被子一扑 又要睡去 春香精心出顶 心想 难道是我看错了 还是做了噩梦啊 满腹惊疑地哄着怀中的小女 重新睡下 已将近黎明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太阳才勉强冒出头来 春香便起床 认真地把被子抖了好几遍 确定一尘不染后叠好被子 回过头来 拿起摆放在小桌下的红色绣花鞋 正要帮女儿穿上 却突然回想起昨夜的一幕 不管是真是梦 都留下了后怕 春香认真地查看了一遍小女儿的脚丫 除了脚背上 有几条极端的手指痕迹 却也无声大碍 春香拿出一颗大白兔奶糖 哄着小女儿 穿上了另外一双保暖布鞋后 便把这路上捡来的绣花鞋 拿到村外的大路旁 细细看了几眼 终于挥手扔掉了 白天里小女儿也不再俯着脚掌喊痛的 丈夫邀了几个好友来家里喝着小酒 春香弄了一盘卤水花生 半香脆猪耳 做了下酒菜后 便抱着小女与姑嫂 在一旁聊起了家常 家庭和乐 一天无事 当晚带众人散去 已是冬日里伸手不见五指的二惊天了 丈夫送走客人便关上了大门 春香则抱起已经熟睡在自己大腿上的小女儿 回到床上 轻轻放下 两夫妇忙完 正要盖背睡去 大门却啪啪啪地被敲响了 春香喊了一声谁呀 不见人回答 丈夫又睡在床上一动不动 他便急不情愿地披起衣服 起了床 大门刚一打开 一阵寒风卷来 他全身打了个冷战 不仅把外套捂紧 私下一看 黑夜无边 却是不见人影 地上只有一根 被寒风吹得来回滚动的枯树枝 难不成 是这树枝吹打到大门了 春香把那树枝捡起 扔向屋檐下的柴堆 便关好大门 回房来了 他脱下鞋子上床来 政府刚问了一句哪儿的客人 春香一句话没说完 大门这时又是三声啪啪啪的小门声 政府问了一句 你确实没见到人 便快手劈下床来 两夫妇打开大门 亮起门前灯 四周一瞅 门前只有阴风呼啸 哪里有人的动静 两夫妇拿来手电 向门口四周各个角落细细地照了一圈 确定没人后 便精疑地关好大门 回房来 不敢睡下 只当是贼人来偷到故意投石问桌 两夫妇在床上坐了一会儿 没有再听到声响 便照看一下家中的财物 觉得安全了要再次睡下 这大门却又不早不迟地再次啪啪啪地悄响了三声 两夫妇已经同时站了起来 丈夫须地小声指了指 侧房的西窗 这西窗正好能瞄见大门外景 两夫妇母孩走过侧房来 慢慢地打开一个窗角 向大门处望去 夜色中 只见一个朦朦胧胧的 像是穿着连衣裙的小女孩模样的人样 正在机械生硬地挥动着小手 有节奏地拍打着大门 两夫妇又是一惊 这大半夜的怎么会有小孩来访啊 春香的脑海里 突然涌现出前天夜里 钻进自己被窝的那个小孩 于是打颤着牙齿 向门外那个身影打开了手电 照了过去 那穿着碎花脸衣裙的小女孩 发现了背后照来的光 慢慢地转过身来 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孩 扎着两条阳脚小辫 脚下穿着一双 异常显眼的红色绣花鞋 黑着一双眼睛 咧着一针去了门牙的大嘴 正斜斜地笑着望向西窗里的春香夫妇 正是那夜在被屋里冷冷抓着小女孩脚掌的女孩 春香惊恐地大叫一声就要晕倒 旁边的丈夫也害怕了 赶快关了手电 颤抖着双脚扶着春香回到房来 关好房门 幸好房中正熟睡的小女无何异样 两夫妇慌忙地从一个红色匣子里 找出那年在村庙里求来的观世音雕像 恭敬地摆到桌子中央 点上香火 双手合十 口中不停地念叨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啊 人在极度害怕时也只能请神啊 说来也怪 门外竟再也没有了声响 两夫妇却也不敢再去开门了 春香只懊恼万分地与丈夫说了事情的原委 自从在山间堵木桥处的衣服堆中 捡回了一双漂亮的绣花鞋后 这恐怖的怪事便连连发生了 你以为路上的东西是随便捡的吗 更何况你都说了 那地头上还插着三只枚烧完的香 这不摆明这死人的丧虎吗 你这婆娘也太贪心了 怎跟死人抢东西啊 我都把那鞋子远远扔到村外的路旁野地了 哪知道还真会有这样的怪事发生 两夫妇一夜无眠 待到天明太阳出来 听到村里有人声走动 两人才收起了观世音菩萨像 战战兢兢地来到了前厅 打开了大门 蒙外早起的村民 也在家门口招呼着喂鸡喂猪 孩子也哭闹着要吃的 村庄一片祥和 完全没有了昨夜的阴风死寂 两夫妇出门 细细地检查了一份门前的院落 却是一个脚印也没有 大门上也没有手印 两人正惊疑着 抬头见 却猛然发现门前那早已干枯的大树上 挂着两个红色的小花鞋 那鞋子斜插在树枝上 一眼看去 倒像是这枯萎的树枝上 盛开了两朵印红的大红花 异常诡异 毕竟连死人的东西都捡来用 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若被村民知道这事情的蹊跷 倒留下了长久的笑柄 两夫妇思索了一番 当邻居进屋去喂孩子吃早餐后 才拿出长膏 悄悄地把树上的红鞋子拿了下来 吃过了早饭 两夫妇把小女暂时交给邻居大嫂照看后 便用个黑色的布袋 装着红色的绣花鞋 和一些黄纸糖果等供品 避开村民来到山间独木桥处后 把鞋子放回了那一堆花花绿绿的孩童衣物中 那堆衣服已经落满灰尘 不时有几只黑蟑螂钻出钻入 两夫妇在地头摆下糖果 点了三只香火 烧了一碟黄纸 虽不知是哪家夭折的孩子 却念叨着 无意少了此处的情趣 现在专程陪礼 鞋子也还你了 孩子收了公品就去吧 此间衣物 你说留恋 我也可以帮你火花 你收着 在银间也好薄呢 无所牵挂 说完便点了另一达黄纸 做火口 要把绣花鞋和一堆衣服 烧了 已落个干净 火点了好几次 那堆衣服才徐徐地冒出一股黄白浓烟 眼看着火苗渐起 这时山间却凭空吹来了一阵拐风 地上蓬草乱飞 浓烟摇曳 上空乌云渐聚 山间也慢慢地阴暗了下来 一场阴雨不久就到了 和之前不知谁插在地头上的三只香一样 这次的香火也只烧去了一半 便被雨水浇灭了 地上糖果被风扫乱了一地 梁夫妇全身湿头 潮湿的衣服堆上的红鞋 依然地明艳地摆放着 想再起火已经不可能了 梁夫妇又冷又静 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匆匆看了一眼吸饱雨水的绣花鞋 便匆匆地奔回村里 刚回到家里 邻居大婶便抱着正在哭闹的小女过来 见到两人这般狼狈模样 惊讶道 难不成你两人掉狐狸去了 你家小女一见下雨便大哭起来 想尽办法哄也停不下来 好不容易等你两个回来 去不下是这番模样 丈夫无言春香勉强地笑道 啊 这未出路上遭遇了大雨 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番有劳大婶啊 结果小女 小女却在妈妈怀里也一直哭个不停 哄了大半天 才闲着一个奶堂慢慢地睡下 当天夜里 也许是白天淋雨冷着了 两夫妇竟齐齐病倒了 全身忽冷忽热 眼睛发黑 勉强支撑着身体 哄着小女儿睡下后 两夫妇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只是晕晕沉沉地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中 似梦飞梦间 感觉有个穿着碎花小裙的女孩 走进房间来 头发湿漉漉的 手里提着一双滴着 灼黄泥水的红色绣花鞋 也不见她斜笑着的嘴巴有何动作 却发出一个冷冷的声音来 喜欢这鞋子就拿去吧 但我要小妹妹陪我一起走 说着便慢慢转身 走向小床中的女儿 伸出一双小手 狠狠地掐上女儿的脖子处 两夫妇同时惊叫了一声 不要 立时从梦中惊醒 尽管头痛欲裂 但也瞬间爬起 走向小女儿的木窗边上 床边早没了那连衣群小女孩的身影 这是那双白天被扔回山间衣堆上的 红色绣花鞋 不知何时竟异常显眼地 摆在了小床下 水滋斑斑 两夫妇吃了饮 急急望向床上的小女 这件熟睡中的小女开始时尚且挖得大哭起来 接着便梗塞着哭不出声音来了 像是喉咙中有一股浓潭卡在气管上 粉嫩的脸憋得慢慢变成了酱紫色 两夫妻又惊又急 慌忙地抱起了小女 拍着背起 想给她喂些许的水喝下 小女血红着眼睛 把嘴睁得大大的 水却只往嘴边流出 一滴也灌不进去 眼看着小女气说油丝 两夫妇也管不得 是求神还是求佛了 只哭泣着 冒着冷雨连夜 跑向了村头处老庙住家 这妙住熟悉中一 平时在村里除了当妙住之外 也帮人看安病 往往一副草药 便能把村民的病给治好 在村中威望最高 此时两夫妇带着哭腔急忙地拍门 屋里徐徐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 谁呀 不一会儿 一个戴着圆圆的老花眼睛 留着一撮花白羊胡子的老人 便走了出来 那老妙住一看两个羽人 和怀中那个孩子 也是已经急急让门让他们进来 把孩子抱平放在竹床上 先是宁神把了把脉 便快手地从墙边老药柜上 细细地挑了一阵 吩咐春香丈夫用铜铁药骨 把药药捣碎 丈夫急切把药果捣得震天下 老妙住从书侠里夹出几条写着符路用的薄薄的黄纸 沾了朱砂便凝气划出了几条黄纸来 这时那丈夫手下的药草也早已捣碎 老妙住拿来开水壶 把那个药草屑先用热水一泡 一阵白烟生起 满室顿时生出了一阵清新的香味来 接着把朱砂黄浮烧了 便把灰或是草药汤倒出一个小碗来 叽叽吹了口热气便灌向小女喝下 小女依然睁着嘴巴 脸色灰紫 只是这药汤不再是从嘴边流出 静直直地灌入小女的喉咙中去了 不一会儿小女眼珠转动 一个侧身哇的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浓浓的黑毯来 接着便畅通无阻地放声打哭起来 额头一阵热汗流过 小脸蛋也渐渐地粉红了 春香眼见着小女终于有了声色 也打哭着抱着小女入怀 眼睛鼻涕四流道 都是妈不好 都是妈不好啊 梁夫妇对着老妙柱自视一番感激流涕 待得心静下来 梁夫妇便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春香边说便内疚着哭泣起来 老妙柱叹气道 哎呀 这咬着的孩童因不甘此生苦短 缘气很大呀 再加上孩童尚未惊世 幼稚无礼 脾气无常 不怕天谴 极难镇压首富 且这蕴通孤苦无依 你拿了他的东西 他自然要缠着你跟着你了 梁夫妇急切道 那如何说啊 妙柱却是无语 春香爱佛地摸着女儿的脸蛋 总不能这样的带走我家的小女儿吧 过了一会儿 妙柱看着这哭哭啼啼的一家 叹了一口气 无奈道 方法是有的 只是这方法太阴损了 用了这方法 你们的后半生可能不好过了 或者贫困料到 或者断命无成啊 父母都是伟大的 就算贡献了后半生 也是一心为子女的安康做铺垫 就算自己一生贫困 也要一心为子女的温饱 贡献永生力量 老妙柱见两夫妻坚持 便问道 那红色绣花鞋还在吗 急着便交代了一个处理此事的方法 第二天 两夫妻早早地到镇上 买了一大袋的红苹果 和一袋包装精美的糖果 都用两个黑色布袋装着 然后把那双湿漉漉的小红色绣花鞋 分别埋在了大红苹果 和色彩鲜艳的糖果里 又在上面放了一些钱 对着红鞋子说 今天带你出去玩了 急着 买着车票 随意上到一辆长途大巴上 当然 他们要再多买一张票 两个层着鞋子的布袋 要占一个位置 过了五个站后 两夫妻便假装忘记 带走那两个黑色袋子 而下了车 而那辆成途大巴 在接下来的旅程中 若哪个新上来 坐在布袋旁边位置的乘客 看到袋子里的钱和水果糖果 以为是哪家去探访亲戚 而忘拿走的礼物 一时贪心 带了两个布袋下车 那碎花莲衣裙的小女孩 便会跟着她了 若这个袋子最终 无人发现失去 这院童便会停留在这大客车上 每夜的凌晨 这开车的司机便会发现 车上总坐着一个 穿着红色绣花鞋的小女孩 春香家死后再也没有怪事发生 冬天的日子里 男人依旧卷着被子 在这下午五点钟 便已经是暮色沉沉的日子里 在家喝酒或者打牌 孩子们早早上床躲进被窝 女人们则坐在被窝旁 一边与姑嫂聊着家常 一边传真引线 为家中的老幼之棉衣 一如既往 至于那后半生的事 谁又能知道呢